本轮八亿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可谓是一意孤行 屡屡踩踏国际社会红线 近期 以色列又再次踏破红线 以哈马斯渗透为由 通过立法封杀联合国救援机构 近东救济工程处 这一举动在国际社会 可谓是犯下了重怒 一时间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 严厉谴责以色列 称其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将带来历史性灾难 就连美国也给了一个差评 那么正处于多线作战的以色列 为何要对联合国的救援机构下手 这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动机呢 10月28号晚 以色列议会分别以92票赞成 10票反对 87票赞成 9票反对的结果 通过两项法案 第一项法案规定 禁止近东救济工程处 在以色列及其控制地区 经营任何机构 提供任何服务或开展任何活动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 第二项法案内容包括 以色列与近东救济工程处 与1967年签署的条约 将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最终表决通过法案后的七天内失效 法案通过三个月后 以色列政府机构或代表不得与近东救济工程处或其代表联系等 两个法律 一个是禁止工程处 在以色列本土的活动 第二个法律 禁止以色列的政府机构 和联合国的工程处来合作 这样的话 对工程处来说 它面临的问题就是 以色列现在对约旦河西岸 加沙地区的军事占领 然后约旦河西岸 加沙地区所有人员的进出 全部由以色列控制 你没有以色列的统一 工程处以后在约旦河西岸 加沙火顿就很困难 法案一出 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巴勒斯坦方面 近东救济工程处等联合国多个机构 乃至美国 英国 德国等 以色列的西方网友纷纷发声表示反对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法案通过的当天 也致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抗议 信中写道 以色列作为占领方 有责任确保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上的民众 基本需求得到满足 假如以色列没法满足这类需求 它有义务允许和协助 包括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内的联合国机构 和其他人道援助机构开展活动 直至在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难民 需求得到满足 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 菲利普拉扎里尼也发文称 以色列议会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以及根据国际法应承担的义务 联合国是全球最有权威的国际机构 那么以色列突然自己通过一个法律 把联合国的机构赶出来了 然后把联合国的授权也取消了 这对国际法对联合国的权威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当然是一个很危险的先例 以色列也是日内威尔公约的签约国 那么根据日内威尔公约的规定 就你对一个地方实施军事占领之后 你要保障这个地方基本的人权 你是负有这个占领者的责任的 那么如果以色列你把这个机构赶出来 也没有任何可替代的方案 你承担的国际责任 你就没有办法去落实 然而这些声色俱厉的谴责声 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11月4号 法案通过的7天后 以色列外交部宣布 以正式通知联合国取消1967年 与近东救济工程处达成的合作协议 该协议是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开展活动的依据之一 那么 这个机构的成立比联合国难民署的成立时间早 然后这个机构 当然当时 当时以为也是一个临时机构 认为难民可能很快就在本地被消化了 或者难民很快就回到巴勒斯坦 但是没想到那个过了七八十年 难民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了 所以这个机构就一直存在下来 近东救济工程处 是唯一一个专门为特定地区的特定难民群体服务的联合国机构 75年来 该机构主要负责 向生活在加沙地带 约旦河西岸 以及黎巴嫩 叙利亚和约旦的 近600万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 在此过程中 由于难民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停滞不前 近东救济工程处不得不改变救助策略 开始通过教育和职业训练等项目 帮助难民自立 根据近东救济工程处2022年的统计 该机构共运营了706所学校 144个医疗中心 共有27756名员工 其中213人是国际职员 基于27000多人都是巴勒斯坦人 从1949年这个组织成立以来 一直是在巴勒斯坦人 他的一些基本的权利 以及未来发展方面 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仅是一个救济的组织 而是一个治理的组织 然而被巴勒斯坦难民 视为生命线的近东救济工程处 却被以色列指认 该机构大量巴勒斯坦雇员 为哈马斯等八方武装组织成员 且其中十多人直接参与去年十月 哈马斯自加沙地带 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 但就以色列的指控 今年年初 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 启动了一项独立调查 根据调查 受到乙方指证的人员中 部分人可能参与了袭击 因而终止与他们的雇佣关系 但乙方并未提供证据 证明大量近东救济工程处人员 与恐怖组织有关联 此外联合国还指责以色列 在训问过程中 对该机构工作人员 刑训逼供 如今 以色列依然没有 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指控 提供有力的证据 但却立法封杀该机构 大有一种对整个加沙平民 实施集体惩罚的意图 1949年12月8号 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02号决议 决定设立近东救济工程处 当时以色列投了赞成票 然而75年过去 以色列又给该机构 亲手递上封杀令 真的只是因为他所说的 哈马斯渗透问题吗 另外我们还了解到 近东救济工程处会定期 把机构所有人员的名单 上报当地管理机构 在加沙 除了巴勒斯坦一方 国际社会认定以色列为占领方 因此以色列也会得到 这些人员名单 那么以色列拿到工程处 人员名单 应该早就把所有人 插了个底朝天 而这个时候来算账 到底有什么动机呢 在加沙中部的一座难民营里 仅有十个月大的 阿卜杜勒·拉赫曼 尽管外表看起来 没有这么异常 却被诊断为患小儿麻痹症 并已残疾 时隔25年 小儿麻痹症再次在加沙出现 为避免疾病的传播 给本土造成威胁 以色列与相关国际组织 协调将脊髓灰质炎疫苗 带入加沙 而在接种的过程中 近东救济工程处 可以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没有这个机构 它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 因为接种疫苗 你要需要深入到每一个社区 每一个村里边 把那些小孩找出来 然后只有它这个机构 过去它已经经营了七八十年了 它有一个很成熟的人员 和组织的一个网络 可能一下几天之内就能把这么大规模的事情完成 大家普遍认为一时半刻没有任何机构能取代了近东救济工程处 疫苗接种是以色列感受到了近东救济工程处存在的必要性 但以色列对该机构的依赖却不仅限于此 国际危机组织在2023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存在 在很大程度上使以色列能够维持其控制体系 而不必对被占领人口的生计和基本权利承担全部责任 如果说这个机构不存在以色列作为占领的一方 那么这些责任就落到以色列的身上 以色列国内这么多年为什么没进呢 就以色列国内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说 你要禁止了它之后会给以色列带来很大的麻烦 即便如此 以色列依旧选择封杀近东救济工程处 这背后究竟有什么图谋 11月1号 哈马斯宣布拒绝近日由埃及提出的临时停火 和释放部分被扣押人员的提议 这直接导致内塔尼亚湖的战争目标无法达成 以色列此前明确地表示 要消灭哈马斯 要解救被扣押人员 现在的两个重要的目标都没有达到 所以在推进消灭哈马斯的目标当中 当然希望军事行动 不受到任何阻碍 而同时现在战场局势进一步的推进 如果有近东救济工程处 这样的国际机构来发挥作用 来传递一些较为客观的信息 以色列认为 对于自己的军事行动是不利的 而更多的是希望 一种黑箱的状态 自己的行动可以任意而为 然而 以色列封杀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意图 可不止于此 这里是东耶路撒冷苏阿法特难民营的一所联合国学校 孩子们穿着巴勒斯坦传统服饰 在花园里庆祝感染丰收 11岁就被迫逃离家园的汉娜和她的孩子孙子们 三代人都在这所学校长大 我们在恩娜 我的孩子有10个人 我在恩娜在恩娜 我们就像我们的心 我们的气氛 我们的气氛 近东救济工程处 拥有每一个像汉娜这样的巴勒斯坦难民的记录 这些记录使他们的难民地位和他们的要求合法化 能够让他们获得物资和服务 此外 近东救济工程处在设立之时 遵循了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194号决议第11条内容 因此 保障难民回归 也是该机构一直以来坚持的重要主张之一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司法部长萨勒德曾表示 在巴勒斯坦人的意识中 只要近东救济工程处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国际机制存在 巴勒斯坦难民就有权返回自己的家园 因此对每一个巴勒斯坦难民来说 这张难民证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张纸 然而 这一切在以色列眼里却成了一种威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认为 近东救济工程处延续了所谓回归权的说法 其目的是消灭以色列 出于这些原因 近东救济工程处应该关闭 以色列人说为什么全世界各地 其他国家的难民 不管是跑到哪 就被哪个国家慢慢消化了 为什么巴勒斯坦的难民 过去这个七八十年还多了 就是因为近东工程救济处 一直在救济他们 才让这个难民的身份保留下来了 如果这六百万人都有返回的权利 现在以色列境内就是六百万犹太人 两百万阿拉伯裔的那个以色列人 你要六百万回来加上那两百万 那就八九百万 那人口远远超过犹太人 这对以色列来说是那个承受不了的 除此之外 教育也是以色列对近东救济工程处 大家诟病的重要内容 在加沙 近东救济工程处 每年将六成预算用于教育项目 巴勒斯坦人尽管作为难民 生活条件艰苦 十字率却高达百分之九十八 是中东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 但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里 因学生们使用的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批准的教科书 以色列认为这些教材支持恐怖主义 美化圣战等行为 充满对犹太人的仇恨 坚称近东救济工程处培养恐怖分子 并长期游说各国减少对其捐款 以色列的呼声得到了美国 一以贯之的支持 2018年 特朗普在任时就曾称 近东救济工程处为不可救药的缺陷 并中断对其资助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 虽短暂恢复了对该机构的资助 但却明确表示 要打击其教育系统中的反有主义行为 在以色列的视角当中 认为近东救济工程处 它在教育方面 是提供了一种反语的情绪 或者是说呢 在教育当中 在影响巴勒斯坦人的认知 所以呢 这个矛盾是一直存在的 在以色列眼中 近东救济工程处 经过75年的发展 俨然已经成为 巴勒斯坦和难民问题的同一词 但是以色列的 工程处的存在 所以难民问题才解决不了 存在下来 因为有难民问题 那个巴易问题解决起来 就更困难 本轮巴易冲突一年多来 可以说是战火 延续战火 报复连着报复 如今以色列将报复的枪口 对准联合国 这一解决巴易问题的重要平台 究竟会给加沙地区 本就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造成什么影响 又将会给巴易问题的和平解决 增添多少变数 11月4号 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 菲利普拉扎里尼称 以色列将进入加沙地带的 云住卡车数量 减少至平均每天30辆 这是长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仅占冲突前的6% 根本无法满足加沙 约200万人的需求 这是加沙城的一个取水点 少年优素福 因大多数家人都受了伤 瘦小的他就担负起了为家庭取水的重担 他每天都要徒手拎着水桶 光脚步行数公里 从加沙城南边的取水点 走回加沙城以西的难民营 萨哈巴海水淡化厂 是加沙城最大的海水淡化厂 曾为约21万名居民提供饮用水 如今因缺少燃料只能暂停运行 除了缺水 饥饿也成了加沙农重的常态 失望的情绪正在难民中快速蔓延 很显然 以色列方面更多的是希望 对于近东救济工程处 它的工作的设限 来使这个近东救济工程处 所谓知难而退 对于这个联合国对巴以冲突 以中东地区安全的这种关注 未来的行动的开展 进行进一步的干扰 的确 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对联合国的出格行为屡见不鲜 以色列代表曾公开诋毁联合国为恐怖组织 并用碎纸机粉碎联合国宪章 还宣称联合国是哈马特的共犯 并将联合国列入耻辱余单 以色列外长卡茨 甚至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 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列入不受欢迎的人员名单 并禁止其入境以色列 以色列对联合国一再挑衅 这种行为背后的深层次的逻辑 首先是以色列认为 当前自己需要进一步的推进军事行动的目标 但必然招致更多国家 包括联合国的质疑和反对 所以此时 以色列通过对联合国的挑衅 一方面强调 后续的军事行动仍然希望落实 同样以这种挑衅的行动 希望美国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偏袒 使以色列包括在国际平台上 所谓有恃无恐 进一步的来对冲 国际方面的这种反对的声音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 特别协调园程 以色列试图破坏联合国的授权工作 而且有可能进一步阻碍 在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基础上 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巴以冲突 面对以色列的不断挑衅 10月30号 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 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表示 作为一个成员国 以色列破坏了国际规则 必须要对以色列方面进一步的施压 在这种声浪之下 以色列在进行各种权衡 但现在很显然 以色列认为 自己当前的军事行动的目标 这是首要的关切 而另外在美国的庇护之下 以色列认为自己在有恃无恐之时 要更多地聚焦当前的目标 为了达到战争目标 内塔尼亚湖不仅对联合国下了封杀令 还在美国大选当天11月5号 以存在信任危机为由 解除了以色列国防部长迦兰特的职务 这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政坛最重大的高层变动 此举一出 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第一系列抗议 其实内塔尼亚湖与迦兰特的矛盾 早已不是秘密 在加沙停火问题上 迦兰特多次公开支持 尽快达成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 而内塔尼亚湖受制于执政联盟 两个极右翼的政党 在立场上是偏极右翼的 此时戒指加兰特 无疑将给巴以冲突的走向 带来重大影响 巴以冲突到了这个时候 以色列它面临着多线作战 所以政府和军方在围绕着 如何扩大兵远战后安排上的分歧 一个矛盾就会扩大 在这种关键的节点当中 如果有和他有明显分歧的声音 就会导致他提出的方案 在那个中受到撤肘 那么加兰特被解雇了之后 就意味着下一节端 内塔尼亚湖继续扩大战争 然后去抓取最终的这种 谈判筹码的这个意愿 是非常强烈的 除此之外 11月6号 共和党总统候选员特朗普 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 当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夫妇 就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 祝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称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并表示这一历史性的重返白宫 为美国带来了新的开始 也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伟大联盟 提供了强有力的再承诺 消息人士接受 《华盛顿邮报》采访时透露 特朗普10月曾与内塔尼亚湖通话 并告诉内塔尼亚湖 做你应该做的 作为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 特朗普的胜选将成为又一个 影响巴以局势的重大因素 那么从短期来看 一个对于以色列更坚定支持的 美国政府即将上台 内塔尼亚湖会抓住这个机会 在等待特朗普去白宫履职的这段时间内 尽可能地去扩大 他在地面上的这种战争成果 然后把这种军事上的胜利 转化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 那么从长期来看 不管是拜登政府 还是特朗普政府 不管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主政 美国的中东政策 它是有延续性的 特朗普明确地说 他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去结束冲突 但是特朗普他提到的这个结束冲突 和国际社会期待的结束冲突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如今 一面是迫在眉睫的全面战争 一面是持续恶化的人道灾难 中东危机走向何方 正成为对相关各方的严峻考验 一年多来 加沙地带人道危机前所未有 战争惨剧骇人听闻 冲突外溢效应持续蔓延 从黎巴嫩到叙利亚 从也门到伊朗 地区热点交织共振 以战指战的以色列 本想拉起安全网 却加固了仇恨恋 现如今 每一次的暴力升级 都可能成为压垮和平希望的 最后一根稻草 中东 这片人类历史上曾经的文明高地 绝不能成为当今时代的和平低谷 国际社会呼唤和平的声音 从未减退 早日平息战火 恶阻冲突外溢 落实于两国方案 才是走向持久和平的正确道路